你怎麼會生的孩子? 也許因為爸爸媽媽很喜歡小孩 我家有八個兄弟姐妹 結果我是老七 然後我媽媽就決定再生一個 然後我弟弟也生出來 所以我們就稱說我是七爺八爺 以前那個廟會裡面有七爺八爺 我有七爺八爺 我們吵架的時候 被叫到媽媽前面的時候 媽媽就一定先哭了 說我實在沒辦法把你們打得這麼好 你們兩個擦得這樣 我們兩個看他哭得這個樣子 我們都不敢 我不再吵架 媽媽是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有一次有一個人到家裡來推銷 陳太太這個是白玉觀音 我們家很窮 然後沒有錢 那是不是你來買這個白玉觀音 我們賣你便宜一點這樣 結果我媽媽就買下來 就把錢給了他 後來我舅舅看到了 舅舅你被騙了 這不是白玉觀音 這個是根本是白色的大理石 那你怎麼給他那麼多錢呢 我媽媽說你只看到了錢 你沒有看到他的需要 媽媽就是這樣的人 很關心別人 很疼惜小孩子 那有人看到我們家 因為有很多小孩在玩嘛 有一天就早上起來 門口就多了一個小朋友 媽媽就把他接進來為他 然後這樣子棄嬰 有些時候會放在我們家 但是媽媽都是努力的要去找到他的原生的母親在那裡 但是有些時候原生母親還是沒有辦法養不起 最多我們有十個小朋友在 我爸爸在家裡還蠻像幕府將軍的 有威緣這樣子 但是即使他有威緣他比較像得川家康 那個得川家康是比較mild的 那他對我們來講 他說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要平淡平時平凡 他第一個要我們做一個很誠實的孩子 平德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 健康也很重要 那成績他們都不太重視 我小時候成績不錯 我都是名內前茅的 我弟弟成績不太好 當朋友說阿仁有出席阿德沒出席 阿仁長大一定會做得很好 阿德做不好的時候 我爸爸都很嚴肅地跟他講 不如這兩個小孩子長大以後 一定一模一樣 那我當然很不高興 我堂一堂這麼好 我還要堂一堂這麼好的人 可是你看我跟我弟弟是同時拿到李遠哲的 傑助人才基金會的獎 然後我47歲當院士 我弟弟也是47歲 所以在爸爸的心目中 我們兩個人真的是一模一樣 他也從來不對一個成績不好的孩子 有說給他任何比較不好的對待 完全沒有 民國38年以後環境還蠻動盪 有一些青年軍來到台灣 那有些青年軍裡面有一些小朋友 十七八歲的小朋友 又不適合繼續當兵 那我爸爸當時就任養了一個小孩子 他是山東人 叫王志銘王大哥 就一直在縣政府幫忙 在糧食事務所幫忙 就變成我們家的大哥一樣 所以這是我們第九哥哥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蠻有愛心 而且他們不分族群的 後來能夠對每一個人 包括我的學生都一視同仁 不會因為他成績好 論文寫得好 我就特別喜歡他 我不會 因為爸爸給我一些影響 我覺得這樣的家庭教育對我是很好的 也讓我去看到 其實我們台灣如果兩千三百萬人 都是被尊重的 都是被愛的 都是被關懷的 那台灣會越來越好 不要彼此有太多的 就是要打倒對方 然後自己站起來 這樣的一個想法不對的 這樣的族群就不容易融合